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见的那是星宿 我看见的这叫星宿 星宿 那您慢慢看吧 我们一会儿去了 大人早来了 九后将军不到就先上来了 我在哈德门等 你从齐化门入 这不两差了 有劳将军 什么有劳啊 我是来掌掌见识 先生请坐 咱们边喝边聊 好 多谢 多谢 先生请坐 早知先生能马前客 只推背图 观天余地 前之后推五百年 今日还要有劳先生啊 哪儿啊 徐大将军 那多是坊间传言 我还听说 我家先生能呼风唤雨 撒动成丁呢 去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我就随便说说 又没什么外人 小孩子不懂规矩 让徐将军见笑 哪里哪里啊 这小四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 来 先生 你我先干了这杯 请 黄金榜上 偶尸龙头旺 爹 爹 找我何事啊 不长进的玩意 整天就知道吃滑酒闹事 你看 这是打坏背盘桌椅的清单 老薄的 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有爹在 我怕个球啊 哎哟 我在献牙 不过是个小小的书办 那 那那个支县不也是 听你的吗 是吧 我的小祖宗 我说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连谁大谁小都分不出来了 那支县会听我的 他那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听钱的 管他听谁的 给面子不就行了嘛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费尽心思挣的这几个银子 经不住你这么叨叹 爹 我可没花你的钱啊 没花我的钱 你吃铁鹅银子 我这不刚嗑的不急子嘛 这一步就能卖到一两 加起来那也是几百两的金像 哎呀 行了行了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 能以麦弯为生啊 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了 哎 我又是死了 你可怎么办呢你 爹 你车哪去了 你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啊 我跟一帮哥们儿还喝着酒呢 我去了啊 哎呀 哎呀 你等等 你听我说啊 我听府学里传出个荒信来 说是最近可能要开博学红瓷科 你抓紧时间准备准备啊 爹 你在说什么呢 孩儿连个秀才都没考过 我怎么就考这个博学红瓷科 这什么玩意儿啊 烦死人 哎呀 我的儿 博学红瓷科 不同于考秀才 名头很重要 这 啊 儿子 儿子 你看 这是爹 刚刚改写的 宋代刘勇的一首词 很适合你的现状 拿去多找这些人传送啊 爹 你是觉得儿子现在的名头 还不够响吗 哎 这一点惦惦你多虑了啊 哎呀 光在坊间流传不闲 还得想办法呀 多拜会一些文坛上的 齐老民宿那才成呢 爹 我只听说过天坛 地坛 设计坛 行 怎么又冒出一个文坛来 在哪儿 在哪儿 你带我去见识见识啊 你个准蛋了你 我先走了 我 我让你跑 气死我了你 大将军啊 这要不是你叫我 我还真不能在这儿瞎看 您说我又不是司天坚 这司官天相这也犯计这个 让您多担待了 先生 您是不是看出了点什么 哎 大将军啊 怎么说呢 皇上的担心呢 还是不无道理 您别说 这前朝大都 还是藏着几分帝王之气的 不过 那也应该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先生接着说 这个呀 这从天相上说啊 这叫死危暗而天已无光 天强天背以献为毛 这是什么意思 还要请先生明言哪 有些事啊它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那种说是好是坏吧 或惜福所以 福惜祸所福 您这么说我还是不明白啊 大将军 您是聪明人哪 人哪 没必要把所有的事都弄那么明白 您说的 先生 你我相识多年 您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 大将军 我给您念一句星诀吧啊 天已太矣 星已席 王位更立 数字秋 让我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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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进去打一杯水吧 让我进去吧 让我进去打一杯水吧 快点 让我进去吧 我已在和义门备下了茶水点心 先生 还是先歇歇 再行巡视吧 什么巡视啊 看看风景 那风景如何呀 徐大将军 我呀二十三岁来此会试 一转眼三十余年过去了 乌是人非呀 是啊 人生如梦 将军 大将军 大将军 启禀大将军 有军情 不是军情 不是军情你慌是吧 是水情 水情 刚刚入春 臭雨还没下过 哪儿来的水情 不是雨水 是井水 有人投毒 不是投毒 是全城的井水 突然都变味儿了 苦得没法喝呀 竟有这事 百姓都闯进瓮城了 说瓮城的水是甜的 结果也是苦的 现在士兵们 也没水喝了 将军请 大将军请长 嗯 退 苦得麻舌头 怎么会这样 这倒真是怪了 徐将军啊 这也没什么可怪的 依我看哪 可能是这地底下的水文条件 发生了变化 填水流走 苦水它自然就填进来了 水文 嗯 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问你 去年入秋 这儿是不是阴雨连绵 是啊 入冬以后有大雪寒天 对啊 嗯 可这 跟井水是苦是甜 有什么关系 这就对了 地面的积雪雨水 未及渗透 它就被冻住了 这几日 艳阳高照 大量溶水渗入地下 这就像江河春训一样 他把田水给冲走了 就这么回事 嗯 你冲到哪儿去了呢 以地试看啊 徐将军 这几日 您派人寻访 不出几日 西边会有甘泉涌出 我想把这田水啊 引回来 还要请先生多帮忙啊 这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现在城中百姓传言很多 说是有人破坏了前朝大都的风水 得罪了龙王爷 结果这龙王爷 就带着龙王奶奶出城奔西去了 您说我这个大将军 可担不起这个恶命啊 大将军 你这是要我把龙王爷给你追回来 我刘某可没那么大神通 不管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城里的百姓 先生一定要想想办法 徐将军 开河饮水入殿存积 这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啊 先生放心 财务的事情 我会知会地方 至于人力嘛 来人哪 末将参见大将军 这是我行营里的偏将高亮 拜见刘大人 参见刘大人 见过见过 徐将军您的意思是 从今天起 他就归您调遣 开河饮水 除了有地方上的名夫 我再给大人拨拍一些兵士 由你调用 徐将军 合着你这差事 我还非接不可了 这是兼差 主要工作还是修成啊 能者多劳嘛 多劳 先生 是吗 报云轩疏寺送来的印好的名次 你收下就是 还送来这个了 这两天忙 倒把这个天才少年给忘了 那金兰心还递了败帖 好大口气啊 举目四共皆忙忙 五百年来无文章 五百年来无文章 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呀 这五百年来 没有他看得上眼的文章 这大话说的 不怕把舌头闪了 年轻人嘛 年轻气盛 说两句大话难免 那不行 我得回两句面面他 当今我家先生在 谁敢动笔写文章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你这个 秀才的徒弟慧颜没 诗人的娘子家具多 先生 小的这几句诗还行吧 行了 别耍贫嘴了 去吧 对了 那个伙计还说 他们掌柜的 为了感谢您给他提字 要请您吃酒席 到时候再亲自过来送帖子 知道了 秀才的徒弟慧颜没 诗人的娘子家具多 当今我家先生在 谁敢动笔写文章 这不就是一首诗吗 里面有人吗 来个硬门的 谁呀 大呼小叫的 一点都不文明 这位兄弟 我找刘大人 来匠何人竟敢放安山战 开个玩笑发什么单呀 进来吧先生等你呢 我刚才做了首饰 我跟你说说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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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